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员场景浮化到堪比电影大片 与此同时 一波诟病跟挑刺的人也蜂拥而至 特别是针对作者跟剧中演员 各种奇葩点评引发了一波无厘头式的吐槽 说到底 侧面看出来这部剧太过引人注目了 不说到底是否成为爆款 但是这部剧的热度成功打开了 特别是剧中《百里红异》这个角色 从扮演者王一博到这个人物的成长过程 都被大众点评的彻头彻尾 甚至分析的相当透彻 感觉这个《百里红异》已经像个透明人一样的存在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会被放大无数倍 看来 这部剧显然成了《百里红异》成长历险剧的节奏 不知道为何 王一博更是成了被大众点评两极化的存在 如今看来 这部剧确实如同名字一样 风起了 热度上来了 就看洛阳的底蕴了 彼此成就 才能让中华文化得到推广 让优质的作品成为助力文化的精品佳作 最后呢 王一博的《百里红异》 演得确实可圈可点 后劲十足 难怪导演会说 王一博的演艺中 有种顿感力 演唱或以后 灵 accident 演唱或以后 灵断力行为 演唱或以后 灵断力行为 演唱或以后 灵断力行为 演唱或以后 往今长的视频 演唱或以后 颜色的前景